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仅次于那一次 那这在拜登上任之后没有多久的时间 好 于是呢 拜登政府他们就发言了 说呢呼吁北京停止以军事外交经济手段向台湾施压 好 这一段话呢 现在是绿营媒体最重要的 拜登关心了 北京你不可以再对台湾施压 好 然后就拜登呢也愤怒了什么等等 就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重点 但是他们有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说 请北京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代表 来对话 来维持两岸之间的稳定 他没有去强调后面的对话 尤其没有去强调 他既没有提台湾总统 他用的是elected representatives 那这个elected representatives 这将会成为呢蔡英文的正式的官选 民选代表 那将来你可能在过境美国 或者说跟美国的任何打交道的时候呢 他都会是一个elected的就是被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representative就代表的意思了 那我们用明代啦 用任何的出席活动的代表人 我们都会用这个字眼 他是一个很中性的 没有任何的什么特别的政治意涵 因为以前的话美国政府至少会用台湾政府 是他以前已经会用会用会用呃government governor 或者是说呢呃虽然没有用到president 对那基本上面的那个leader的那个味道呢 是一定有的 对不会用这种民选代表 这是呃其实是很压低 这个这个时候呢当当只用一个非常中性的 你是选出来的代表 他承认你是选出来的elected representatives 但是呢这样一个代表跟跟民意代表有什么差别 跟县市长有什么差别 跟特首有有什么差别 你可以说他都没有差别 但是总而言之 他把你做了一个尽可能的中性化 模糊化的表达 他甚至没有用authority 对就不再不再凸显凸显台湾呢 作为一个区域主权的 对就说呢这样一个统治统治权 行政权的一个一个特殊性 这个这个字眼的出现 我觉得拜登把蔡英文糟蹋的真是够了 对这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压低他的地位 糟蹋的真真是够了 尤其在上个礼拜当我们我们的小美琴 仍然兴高采烈 告诉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OK在在在在秀照片 我在这里 42年来最棒的一次 我在这里有看我看对不对 我在讲米南语啦 就是在在那样子一个拜登的就职典礼外头在秀 就是说其实我跟拜登很好 但是呢隔才不够几天的时间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好如果都可以发函 你认为是正式发函 邀请台湾的中华民国驻美代表 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那为什么称我的老板是elected representatives 是 好那个里面的学 没有政府统治权的任何意涵 对这基本上面就就就是已经不把你 当然这之前之前我们讲过 就Alison呢已经呢 斩钉截铁的说地球上面只有一个中国 那个那个国家的首都呢在北京 那绝对不会出现一个以台湾为名的国家 Alison讲到这个样子 你再看到呢拜登的新政府的正式的发言 你可以预期到接下去的民进党的 就是说呢战略漂流会非常的明显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也你也不敢的去继续呢 回到你的旧爱呢川普身边 因为这只会更进一步的激怒拜登 所以也也不敢 连按通款举都不敢 我说特朗普都已经下下都卸任了 邀他来嘛 你为什么不邀他 对啊蓬佩奥或者说克拉夫特 之前呢你觉得很敏感 这是邀他来呀 就是不要这么的现实 觉得呢人已经好像的人走查量 就说呢人亡正的正习 不要这样 这个时候是应该宋暖的时候 压四年以后 如果还有四年的话 重点是说 现在的气氛在告诉你 两岸之间的摊牌会会加速 就像是在在在周末的时候 呃前国前国安会的秘书长书 书起的书起讲的书起的判断 四年之内两岸摊牌 嗯 不过我们先从啊 就是大陆的举动 为什么 就星期六一月二三号的时候呢 十三架 然后一月二四号昨天礼拜天的时候呢 是十五架 二十八架 当然二十八架是这里面 而且这里面就跟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其实派的都是运发 就是或者是有一些是属于侦查机 他就是比较属于慢行的这一些 慢速机 慢速机 侦查机为主啊 不同 嗯 他其实多了很多的轰六战斗机 轰六来了两个中队啊 对 你第一天的时候轰六是八架 一个中队是四架 但我们不知道就是他到底呢 在现役的可以有有多少的轰六 轰六可以已经是他现在的比较中长车的轰炸机当中的主力 一次出来八架那个秀肌肉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对 然后再加上的就是说的尖尖十六尖十六两天都出现 是到昨天尖十也出现 嗯 换了快速机轰炸机呢 侦查机那通通的都都已经出现 嗯 他他不是偶然啦 就是今天大家好像想要七秒淡写的说 那个好像是因为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春好像 好像已经快过过过过过年快已经到春天了准备要开始演训的前期阶段 我我觉得那个也未免太拖面自干了 那当然是有特别的政治含义要表达 好现在关键点他是针对谁的哈 第一个呢是因为美国其实也也公开了就是罗斯福号嗯 目前在南海嗯 所以呢很多的说法是说这是针对美国在南海的活动 所以这是中美的南海较劲 坦白说我觉得距离有点远嗯 因为以这28架次他的活动范围的话他真的比较接近台湾 他实在距离罗斯福号的南海实在是太遥远了 嗯 所以你要说他是针对罗斯福号来的 我是有一个问号 好那他是针对台湾来的吗 他表达什么样子的意思 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要关心的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中美背后的反应嗯 好美国立刻就跳出来了说你要停止对台湾施压 换句话说他说哎这都不是针对我罗斯福号来的嗯 你这个就是针对台湾来的 所以我说哎你要停止对台湾施压 我这样的弦外之意合理吧嗯 就明明我罗斯福号在那边很多人解读 这是中美之间在南海的对抗 虽然我认为不是嗯 但是美国就直接说你不要去施压台湾嗯 俨然就是美国认定这是施压台湾的 这跟我美国没有关系嗯 那么大陆的环球时报那我们知道他背景是军方的背景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都认定他比较鹰派 环球时报也在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这是例行性训练 那么他们是希望掌控的是台海之间的一些相关的情势 这跟罗斯福号在南海一点关系都没有嗯 为什么双方要去撇清是相互的针对性 真的都是针对台湾来的吗 好我我觉得我觉得环球时报的说法是给外行人听的 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内行人呢我相信了就是那绝对不会是什么 例行的演习 例行的表示说我们去年就有我们前年就就有大前年就就有 我们上个月也有上上月也有请问有吗没有啊 换句话说这个是第一次在那个区域里面而且大家都杖二金刚摸不着头绪 觉得你除了罗斯福之外你有什么理由嗯有什么必要在这个时候 这么大阵仗的连续两天而且轰6k八架出海嗯 尖尖16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错啦就是说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的这一块 我们当然其实我们我们在节目我们在两年前就就已经谈了 我们在提醒大家就是说以东沙岛呢为中心的所画出来的这一块的区域 因为他刚好影响的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这两个入口 对那巴士海峡简单讲你罗斯福号从哪里来就从巴士海峡进来啊 是那那在这台湾海峡那是不用讲两岸的直接的冲突的面向在这个区块的活动就就纯粹从军事的地缘上面理解来讲 你你不用想太多他当然是基于他的总体的一个战略部署跟战略掌控 他必须要控制这个地方是我能够支配的这是我们节目其实去年应该是前年吧 就开始不断的提醒大家就这一块这一块地区的他的战略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就会长期的看到这个共军他就不断不断的要来所谓的台湾的这个空域当中的西南空域 其实因为他那个在在国际法上面没有任何的地位因此我们也只能够警告驱离 然后接着就离开就是所有的行动在这个区块是有他的战略意义的 但是过去是战略上面我需要理解这个地方我需要掌握这个地方的资讯 他要不断的来收集资讯我比较判断是如此 但这一次28架次就不是纯粹的战略上面的收集资讯而已了 呃除了罗斯福号之外还有还有什么理由 当然你会说那他离罗斯号很远他当然会保持一段的距离 如果太太太近距离的话双方面就真的很紧张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的空间上面好像还有一点距离 罗斯福号在往南海南海走那我靠近巴士海峡的这个区域 其实我认为他就是针对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来的 那倒过来讲说那他要干什么没有干什么你拜登才刚上台 你罗斯号航母战斗群就进南海你是什么意思 我坦白讲对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我要知道你拜登在在想什么 你表面上面来讲的你在你在释放一些的美中台三边的新的新的思考 我知道我例如说我今天如果是北京我收到了第一个你没有把我当敌人 你把我当竞争者我能接受我们确实是竞争者你否定了台湾的作为一个 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仍然回来回到了一个中国政策 那回到的所谓的所谓的这个三三公报那回我回到了台湾关系法 我也我也知道了我也能理解你希望你之前呢之前我们看到了 柯柯柯柯柯呢他的不行了台湾的要跟了大陆呢要恢恢复对话 我也听到这些都很好那请问你你一上任隔两天你的航母战斗群就进南海 你要我不反应吗我要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你确定你认为是解放金针对的是美国而来的 而且是针对美国言辞上面要恢复过去的三公报 但是事实上行为上面却可能仍旧维持的川普老陆 这件事情要表达他的看法 但这个从拜登的角度来讲也合理就是我也不希望让大家觉得说我对北京很软 因为如果只有前面的政治表达的时候你可以想见了特朗普或者说呢 在或者这些呢这些的共和党一定会说你果然你拜登上台的时候呢 对北京呢就非常非常软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的配合的军事动作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解放军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军在跳Tango 就是都有一些面对的内部的大内宣以及对外部的姿态要做 我最少让他知道你很强硬我也很强硬 可是我们这个强硬呢基本上面都是要杜悠悠之口 哦有道理 我觉得大家都要都要做了 那现在呢现在美中台的三边关系 他进到了一个很微妙的框架 你看到Kirk Campbell呢在push台湾要跟了大陆谈 那你也看到了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就是呢 美国的就拜登的拜登政府国务院在push大陆呢 应该要跟台湾谈 那但是呢你也看到了些习近平他在做很多的动作 在push拜登来跟我谈 看起来换起来大家都有想要想要呢 让三组双边关关系 那不管是两岸关关系 美中关关系都希望可以谈 但是到底要有怎么样气氛下面谈 我觉得大家都在下棋 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你看到了 就是说中美有一个新棋局 对 可是在这个新的棋棋局 他们到底在下什么棋 我们不知道是下围棋还是下五 五子棋还是下 对你看到的就是说呢 黑黑白棋摆在那里 没有下以前你不知道他们在下什么棋 下五子棋跟下围棋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好那但是你会发现台湾没有角色 当然没有角色 因为他们相互的正式摆开了之后呢 基本上台湾就是靠一边啊 对台湾被拿掉 他们有这样的态度在 对台湾被拿掉这件这件事情 我觉得拜登跟拜登上台之后的这段期间 给我的感觉特朗普是敲锣打鼓的 就是嗯就是他要他要寻求呢 American first 但是拜登也绝对不会是 American second 对那当然 他也一定是American first 只是他怎么做 那拜登也是一样 American first 而且呢台湾的基本上面就会被高度的筹码化 因此不管是在具体的动作上面或者是称谓上面 第一个你台湾不要给我找麻烦 你不要再采取那个挑衅的方式 你要能努力的 你要能够跟北京对谈 跟北京的对谈 那他也要求北京对谈 可是北北京的对话呢一定是 一定是要有前提 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那请问你台湾 要不然就一个中国咯 台湾怎么可能九二共识 可是从拜登的角度来讲 他的理解并没有困难 他会觉得我已经否定你是一个国家了 那九二共识有困难吗 如果我告诉你台湾国人 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告诉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而首都呢在在北京的时候 请问你台湾要做怎么样的反应 所以艾瑞森的讲话 他这里面先否定了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而昨天的这个发言当中 明明是中美之间的武力对峙 然后用武力对峙 然后去重新找到中美之间 他的相处之道 可是这时候拜登硬要把这件事情 转移到台湾的身上 而且他讲的方法是用民选代表的方式 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压低了台湾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语权参与权 以及一切的一切 是你不要低估我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就elected representatives 对他会成为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官方的标准 定位 嗯 当然 就算不是每一次都用这个名词 但我觉得那个定位其实是很清楚的 因为你其实用这个民选代表这个名词是拗口的 这么拗口的去想这样的名词 那是深思熟虑后之后所使用的名词 否则你就直接讲authority就好了 嗯 在这样一个概念下面 我不晓得下一任的AIT的驻台的处长 会用一个一个怎么样姿态去剑裁英文 对啊 林英杰是一定会被换掉的 对第二个那如果说今天台湾的领导人是elected representatives 那台湾的驻美代表就应该是assistant 就顶多就就就就就就就只是个助理讲讲 你这身也太贬义了一点 对理论上面来讲 理论上 这是拜登国务院的贬义 对理论上来讲肖美琴才是representative 是但是今天呢已经把蔡英文降到了representative 那肖美琴是什么肖美琴顶多就是这个assistant 好今天当拜登在促台 他当然希望希望用台我说我之前我们就讲过 民主党跟共和党最大的差别就是 民主党什么东西都谈的 他会很有耐心的慢慢跟你好去谈 你也不用因为呢他刚上任一个礼拜摆出来的架势 就以为谈不下去了不会 他会很长时间他设定了议题之后 可以花个四年八年跟你慢慢好慢慢谈 只要最后谈出结果就好了 你看到你看到欧巴马的绝大部分的一些的国际政治的设设定 不管是不管是你的气候变迁协议 或者是伊朗的核协议 是不是都到了2014年15年才才搞定 他都搞了八年的时间了 快卸任的时候呢赶快来收割而已 那现在最少我们知道 就是中美之之间他们在下一个新的棋局 那关键在于台湾在面对这个新的棋局的时候一定很痛苦 因为你之前你扒着扒着特朗普扒着川普扒得这么紧 拜登的所有的言语跟动作包括这个elected representatives 我觉得我觉得他不是无意的 他绝对是对蔡英文政府表达超级强烈的不满 你选选钱你完全单边压保在特朗普身上 完全压保在共和党上 你买美珠你买军火 你买买石油你还准备买天然气 这些金主没有一个是我的 嗯 我难道看不懂吗 OK你买了这些东西都 他说今天还指望着我跟你和颜月色不可能的事情 那也是给那样一个称谓其实也是给台湾一个下马威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拜登政府在打压台湾这件事情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台湾到底能不能够经得起打压表面上来讲 他当然不会把台湾的直接直接的送送给了解放军 不会的可是让台湾受苦 让台湾重新的认清楚台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可能是蔡英文政府接下去一段时间的要承受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从这里面的军事动作里头看出 中美之间的新棋局的一些展现的方式 这新棋局的展现的方式双方要先锈肌肉 双方不能够在口头上面服软 但是双方在口头上面绝不挑衅对方 所以即便是在军事上面有相互的对峙的一个状况 美国把这种对峙全部归因于台湾 然后中国大陆说全部不是针对美国来的 全部都说跟台湾有关都跟对方无关 其实这是他们双方在新对峙局面当中 台湾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很多人说 其实拜登上来了之后呢 挺台的态度是不会改变 但我现在看到台湾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受气包啊 就他们双方明明在武力展示 可是却全部都要归到台湾头上来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美国对台湾的 北京对台湾态度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北京可是美国对于台湾的态度 第一个你在名称上面的贬义 它其实是一个极严重的警讯 第二个是从坎贝尔到这一次的国务院的这个声明 其实他都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北京跟台湾复谈的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可是这个讯号只有台湾能接收 大陆不会甩你啊 你知道这跟1999年不一样 当然 1999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要求两岸之间一定要恢复谈判 那个时候是施压李登辉 李登辉千不愿百不愿 可是这那个时候呢 美国施了极大的压力 所以呢 所以台湾后来不是有的孤王二次互谈吗 但其实呢 就被那个特殊两国论给打到 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进展 那次就是美国施压 而那一次美国是可以同时的要求北京哦 那时候北京基本上还买账哦 所以北京也答应了 台湾台北也答应了 才有了孤王二次会谈 那是双方都施压 蔡英文也去了 对 到了2008年之后 其实就不用施压了 因为其实两岸之间有了很大的一个进展 就是马英九跟这个习近平 之前是马英九跟胡锦涛 虽然没有马英九跟胡锦涛的会面 但是马英九跟习近平最后是会面 所以那个两岸之间 其实反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哎你们有点好的太快了一点 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现在的情况又回到了要求回到谈判桌上 可是这时候美国是单方面向台北施压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办法向北京施压 那台湾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多久 我觉得我们分三个部分了 第一个就是拜登政府上台了之后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 从特朗普上台2017年之后 就是我个人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美国打台湾牌的时代已经过了 特朗普打的是台独牌 对 2017你可能看不出来 可是到2018 19 2020年 你个个看得出来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台独牌 但是现在拜登的又退回到了台湾牌 他否定台台独牌的可能性 就是没有任何台独的可能性 他回头强调台湾 台湾的重要性 当你作为台湾的一个 Elective Elective Representative OK 那这就是台湾 所以他保有了台湾的台湾 现在的自主性 这件事情是拜登的 就是有关于两岸策略 台湾政策的最核心的部分 台湾牌的重新回 台独牌的被丢一边 这个是民进党 或者台湾 过去不管呢 你如何去跟着那些大苹果三明治呢 韩啊韩打韩杀 那个时代真的过了 我们也不要情的情绪 我们也不要 我也不是现在乐 我只是说过了很漂流 感觉上面很爽的四年 party已经开完了 回到现实吧 第二个 上个礼拜呢 我们我我跟我跟凤卿曾经在台干 我们要不要谈汪洋 我告诉你说 我当我在这在读汪洋 我尤其看看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整个的整个的视频的内容 我认为那个是软中透硬 而且硬的呢 其实很明显的 我我一定会逼你 我一定会 我比较不同意 对我一定会会会要求呢 要要求两岸在这一年当中 尤其呢在一月份 上来都是作为大陆两会的会前会 那两会会做怎么样的表达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所有的中美之间 或者台湾之间的这种的格格格空的过招 到底大陆方面呢 会形成怎么样的一个新态度 两会会会知道的 你现在回头推算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左右时间 你会知道大陆到底在这一波的揣摩的过程当中 他要形成什么什么新态度 好那这一次的一天13架次 一天的15架次 我说了如果如果不是针对罗斯福号 那真的是真的是此地无银300两 当然有针对罗斯福号 可是他是不是呢 就完全没有针对台湾的味道 也是也不是 我所谓的不是的部分就是 他终究不像去年的那18架19架 是直接冲着海峡中线过来的 我如果真的要对着你台湾 让你台湾紧张的要死 所有的航空器飞弹的都要启动 我就直接过来 何况我已经否定了海峡中线了 我就直接再过来 但是我这次没有 我是进到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西南 那个就有一个很大的缓冲的空间 就是告诉你我也进到了防空识别区 让你台湾知道我来了 但是我也没有要直接给你很大的压力 但是那个位置呢 是你罗斯福号在南海 跟台湾海峡跟巴士海峡的交汇点 我就在这个地方活活动 你看到解放军一直在这段活动 把它常态化 南海台海巴士海峡 这三个重要的水道的汇流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他要只要掌握在这个地方的控制权 台湾一定会承受到很大的军事压力 政治上面什么时候呢会复谈 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 我认为蔡英文这政府很有机会 在未来的很短的时间之内 除了疫情之之外 应该会开始调整自己的说法跟做法 终究最现实的就是 你去年赚了中国大陆一千四百亿美金 你要怎么样嘛 一千四百亿美金 他如果没有逼你说你要买疫苗 你要平衡两岸的贸易逆差 已经很客气了 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拜登政府 逼着蔡英文政府说你要谈 我如果蔡英文政府 我如果认真的理性的想一想 这是给我一个台阶下 我就顺着说啊 这是拜登政府要求我谈的好吧 那我就谈吧 重点在于 所以他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第一个要抓住机会 第二个关键在于就是说 他必须要回回头 回头去认真的面对党内的矛盾 你的论述是什么 你是否定的九二共识 你也否定了两岸一家亲 那你能够回得去吗 如果你回不去 那两岸关系就完了 所以呢 这是北京的施压 这是美国的施压 这是中美的新格局 所以苏起才会说四年内谈判 对 那苏起说的四年内的谈判 嗯 攀牌 对了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攀牌 就是说这因为拜 拜登 拜登你看得出来 他一上台了之后 拜登的手段是很激烈的 我认为大概超乎大部分想象的激烈 最少跟你一两个月之前 认为认为拜登是一个sleepy Joe 他基本上是个软脚虾 他基本上会绑绑手绑脚的 他基本上做不出什么事 不是 他几乎完完全全的他要在四年之内 把川普所留下来的遗毒全部清干净 他在清病毒 他的出手会非常急非常狠 那四年之之内的两岸两岸关系 会被push到一个台湾在面对到所谓的 美国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三公报 台湾关系法的那个位置上面 他会把台湾推回到那个位置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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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